同学们,大家好,我是Teacher Yong 今天我们会来看看我们要怎样算化合价 上一个视频就讲到了这些离子的原子团符号,还有它的原子团化合价 然后我们又讲到不同的元素,它们的符号是什么,化合价是什么,它们的离子符号又是什么 现在我们就要看考试可能会问的问题是怎样 比如说它今天要你判断下列化合物中硫元素的化合价 所以我讲过,刘的话,它的化合价有很多了,刘的话,我上次没有写到 刘的话,它可以分成-2或加4,或者加6都有可能的 刘的话,刘的话,刘的话,它可以有-2 刘的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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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的话 是一个大S 所以现在它跟你讲SO2 你要找出S的话和价的话 首先你要知道O的话价是多少 所以O的话价你们需要背在你们头脑里面 O的话价是负2 它是-2 所以现在你们需要 这样子先做先 让这个字太大了放小一点 首先你要先把它写成一个大S 1个大S 加2个O 我跨不起来 不用了 你直接放个大O 加2个O 是等于我们0 所以你们要知道 这些formular全部是等于0 因为它们后面都没有加减 所以它们是0 所以S加2O等于0 S的话我们要找S 所以S的话我们保留回去咯 S加2 这样我们要跨不了 我讲过O的话价它是-2 放个-2在这边 and then等于0 ok so到最后我们可以找到S 等于多少没有 肯定可以找到 所以到最后你会找到 S的话呢 它是等于2 乘-2 等于-4 所以-4 你搬过去对面会变成 加4 真4 所以S的这个化合架 在这个SO2里面 S的化合架是真4 ok so这个是你的final answer ok 至于现在我们看B NA2SO3 ok NA2SO3 也是一样做法罢了 ok S我们要找化合架是多少 O的话一定是-2 至于NA的话 它的化合架是真1 ok so你有NA的化合架 你有O的化合架 你可以找出S的化合架 所以你就很难做这种题目了 比如说你忘记了NA的话 化合架是多少 你可以找到S的化合架 没有找不到 所以你要背起来 NA的话它是真1 ok so首先我们要 写那个表出来先 ok so两个NA ok NA有两个 然后加一个S 然后再加3个O 会等于我们多少 等于我们的0 一定是0 and then 2个NA 又等于是2个加1 ok 所以2乘加1 然后再加X 是我们要找的 再加3个O O的话是-2 ok 负2 所以等于你们的0 等于0 所以到最后你先加加下 2乘1等于2 3乘减2等于-6 所以2加-6等于2-6 也就是减4 所以S-4 等于0 所以减4把它搬过去 然后对面过后你会拿到 S的话是等于我们的真实 所以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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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也是真实 没问题 好 我们再看下一题 N-A-H-S-O-4 现在它的元素又多了 多了一个H-4 所以H-4 你也是要背起来咯 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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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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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加我们的H H-1 它也是-1 它也是-1 然后再加我们的S 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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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S-6 会等于我们的 0 所以我们要找S简单 把-6 搬过去 所以S等于 真6 OK 所以在这个formule里面 我们的S 是真6 它的化合价是真6 所以你可以看到 S它在每一个不同的这个元素里面 它 它的化合价都可能是不一样了 我们再做多一题 h2s 这个就比较简单点了 它的元素比较少 所以h2s也是一样的 首先你要写 两个h 加一个s 等于我们的0 所以两个h h的话它是1 所以2乘1 再加我们的s 等于我们的0 所以s的话就等于 所以2乘1等于2 而搬过去变成-2 所以s的话它是-2 所以我们可以找到 s的在h2s里面的化合格是-2 所以基本上真的不会太难 只要你们可以记得其他的化合格 比如n a h o 那些化合格是多少 然后把它们写成一个equation 然后做做做就可以做到了 有点像数学题 好现在我们来看练习sana 这个化学式的步骤会更加多一点 会更加难一点 比如说这个氧化铝 首先我们要有2个step ok so这个我们要慢慢做 首先step1 ok step1 首先你先写一个step1 step1 step1呢 它就是 首先你要懂 ok 语语的话 它的那个化 它的化学式是多少 它的化学式是al3症 它是al3症 positive ok 然后另外一个 铝的话呢 不 它在氧的话 它是 它是 o2 这个 o2 这个要大字母 ok o2 ok 这个是你第一个step ok 所以你要知道 ok 语的话是al3 plus 氧的话是o2 o2 minus and then我们才接下去 做2nd step ok 做2个step and then step2 ok step2 好 step2的话呢 我们呢 就要 ok 这个al 我们造草 al造草 and then 过后 我们就造草这个o ok o也是造草 ok 可是差别在里面 差别就是 我们要把对方两边的号码 交叉 交叉 也就是说 这边的o 会放过来al这边 ok 所以al这边的话 我们放个2在里面 至于o的话 al的3加 会丢过去在这边 所以o会变成o3 ok so 你在第二个step的时候 你不用写它的加跟减 只是把号码交叉罢了 ok and then 最后的话呢 你就会拿到什么 你就会拿到 然后 剩下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 al2 o3 ok so 看起来好像有点难 其实没有很难吧 ok 来啊 我先把这些 这个3加 应该把他写在上面 把他写在上面 o2 也是把他写在上面 你们要记得啦 有这些加跟减的话 要把他写在上面 然后当他们搬去下面了过后 交叉了过后 交叉了过后 al2 要写在下面 o3的3 要写在下面 ok 然后如果避免你们要 避免你们忘记怎样做 你们可以 放一个交叉 好像这个 ok 这边的2 移过来这边 ok 翻个箭头 ok 这样你们就会忘记了 到最后你就画条纸线 ok 所以拿到答案呢 是 你就把al2跟o3 合在一起 你就拿到这个答案了 al2 o3 ok 还有一个 忘记了 就是这个 al2的2 也是一样 要写在下面 这边 3 也是一样 这样 写在下面 ok 从这边你可以得知 到最后 它是由2个al 跟3个o 组成的 所以 你就把它写在这边 所以什么加什么 等于 氧化铝 所以你就要写成 2个 我们的al 3plus 记得啊 铝冠的话 它是3plus 它是3正 再加上我们的 多少个 加上我们的 3个 o2 minus 3个 o2 minus 就变成我们的 al2 o3了 所以这个3plus 也是一样 must write under upstate ok 总之这种 有加有减的 把它写在上面 o2 minus also the same 把它写在 上面 所以到最后 你可以拿到 这个东西 我copy 起来 这个氧化铝 它的formula 就是我们的 al al2 o3 minus ok 有问题吗 应该没问题 啊 so 总之呢 你们首先看到这种题目 你要先懂咯 这个铝 它的化学室是多少 氧化学室是多少 and then 交叉就可以找到这个答案了 把这个答案 放过来这边咯 ok and then到最后就懂咯 al用了两个 所以就是两个 al三振 再加 o有三个 三个o2 minus 就会变成这个 al2 o3了 ok 这些东西你们第一次做会觉得很难的 可是你们做多了的话 基本上就不会觉得难了了 ok 我们来看多一个example ok 这个 流化 流化 行 这个应该是行 它是我们进 ok 所以也是一样我们先做step1跟step2先咯 首先step1 step1 ok 首先呢 你们要懂 这个流化 行 行的话呢 它是 ZN ZN2 2 plus ok and then那个流的话呢 它是 s2 minus ok 你要懂啊 for这个流的话 在这个时候它是用s2 minus and then step2 ok 第二个step 就是交叉了 ok so ZN s2 s2 那边的2 会移下来下面这边 ok 这边的s2的2 会移下来ZN这边 所以变成ZN2 and then the next one ok s的话也是会有2在后面 因为ZN也是2脚 ok 2会移过这边 so到最后的话 我们会拿到什么 到最后的话呢 我们会拿到 ZN ZN 为什么不是ZN2 s2 现在老师跟你们讲为什么不是啊 好 ok 一样 首先呢我先把这个2脚 上来先 这样子看 不是移下去 是移上去 这样子看起来比较顺眼啊 ok 要移上去 然后这个2搬下来的话 就移下来 这个s2 也是要移下来 ok 然后我们再放个箭头啊 ok 这边的2 移过来对面这边 这个ZN2 2 移过来对面这边 so 为什么 这边有2 这边有2 到最后会变成ZNs呢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跟你们讲啊 今天呢 你们做这个东西呢 有一个简单的 就是 当你看到 这边是2 这边也是2的时候 它是可以被约减的 ok 只要号码一样 可以约减的 ok 所以这个2 这个2也是割掉 所以到最后你会剩下 ZNs ok 刚刚这个Al2O3 不可以割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号码不一样 所以到最后你会拿到 一个ZN 跟一个S 所以到最后呢 这边的话 我可以写成 它是一个ZN2 ZN2 一个ZN2 加一个S2 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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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由也是一样 我们用回S2- and then next one 我们就开始step2 step2的话 你先照抄那个符号先 就是fe了 照抄这个符号 and then 对面那个2 S2- 搬过去对面 这边的S2- 搬过去对面 就变成fe2 and then also the same 我们就照抄回S 也是一样 Fe2- 搬过去对面的S2 so 到最后的话 忘记这边 夹个 step2 ok 它是step2 ok 到最后的话 你会拿到多少 fe2 S2 不对啊 到最后的话 你应该会拿到 f1 S2 吧 f1 x 为什么是f1 S2 呢 也是一样 其实 ok 不用紧 我先把这些东西搬上去 ok 2- 真 搬上去 这个2- 也是一样 搬上去 and then这个fe2的话 移下来 ok S2 也是 移下来 ok 然后我们可以画箭头了 ok 这边 S2 出 把它 画过来这边 and thenfe2加1 过来这边 ok 当然 如果你们已经很厉害了的话 你们可以不用画箭箭头了 如果你们会这样子看的话 到最后呢 为什么会变成f1 S2 呢 就是因为这个是2 对面 S 也是2 所以可以越剪掉 就剩下 f1 S 罢了 ok 剩下 f1 S 罢了 所以我们可以得知 这个硫化铁2的话 它的那个化学 化学是 f1 S 所以我们可以得知 它又是用了多少个fe2 pass 它是用了一个fe2 pass 再加上一个s2 minus 加上一个s2 minus 所以变成我们的f1 S ok 这样子我们又可以完成一题了 ok 其他的题目呢 老师过后 如果还有时间的话 我会再讲了 ok 今天老师的video就在这边停止 当然啦 如果其他题目你们会做 你们可以自己做 如果不会做的话 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那边跟我讲 哪一题不会做 我就试下做给你们看 当然下面有些是比较难的 有些是比较难的 好像这个碳酸 碳酸钙 不过其实也没有很难 也是用一样的方法 问题是你要懂他们的化学是多少 因为好像这个碳酸 它是原子酸的化学家 所以原子酸的符号 你们一定要很明白很清楚 ok so i will stop at here 我会在这边停 我们下一期再见 ok goodbye by bwd6 by bwd6